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呢 相信现在目前很多人应该都很喜欢 这是人与尾巴的一个吊饰 吊饰环 那传说 这是传说 清词是道听途说的传说 传说能够在海中看到人与尾巴 会为你带来幸运 所以呢 其实有一些国外有一些人 他们就制作一种人与尾巴 来做一个幸运服的一个展现 那利用编织来达到 来完成作品的人与尾巴 是不是也能为您带来好运 请今天跟各位分享 那各位试试看 然后做完 然后佩戴看看 如果有真的带来好运的话 欢迎您跟请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是好物一定要分享的东西 所以欢迎您跟各位分享一下说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觉得说 人与尾巴能够带来好运 那当然个故事随人说嘛 为什么人与尾巴它会带来好运 原因是因为 有时候你船只在海上的时候 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 比如迷失方向啊 仪器故障那些问题的产生 如果你能够看到人鱼 人鱼会引导你去找到岛屿脱离困境 所以他们就会认定说 人鱼尾巴有带来好运的那个帮助 它就是有点像幸运服的概念 好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人鱼尾巴 那今天清也跟各位再另外分享另外一个东西 好 这是棉绳 先前清使用的叫画千边支线 那今天使用的这个叫棉绳 何谓棉绳就是棉 它不是包心哦 它纯粹就是棉绳 我把它拈开给各位看 它是四股的棉绳 四股的棉绳 一二三四 有没有四股棉绳 纯粹棉线染成一股 一股以后又用棉的方式把它拈成一股线 这叫棉绳 棉绳怕烧 烧了它就是烧胶 直接就是烧成灰 所以棉绳怕烧 那今天这一个东西 为什么我轻会使用到棉绳 原因是因为我需要它把它回复到 线的效果 所以呢 这一个人鱼尾巴只能用棉绳来制作 所以清纯粹就是跟各位分享棉绳 那棉绳呢 你说像这个是 线粗是三米粒的 那四股碾成三米粒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各位在购买 线材的时候是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它不会差太大 而且现在的材质来讲的话 基本上不太敢随便说 棍房了 告诉你它是棉绳的 不太有人敢 因为毕竟我们规范还是蛮严苛的 好 那这就是棉绳 那单纯就是棉绳 不是包心棉绳 它是纯粹就是棉绳 几股棉 棉成一股线 那这是三米粒出的 好 这是跟各位分享 那这个东西怕什么 怕焦 棉的东西 怕焦水 棉 那我们上次之前在使用那种化千编织线 化千编织线 怕烧 因为它是化学的 它只要透过烧 它就绵合了 融化绵合 那绵没办法烧 只能用绵的 用胶 白胶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胶来黏它 没有办法用烧的 烧 越烧越糟糕 它就越烧是黑的 然后就越烧 越不见 它会烧化整个化掉 这是植物的特性嘛 好 那今天这个人鱼尾巴我们要用到60公分三条 好 我先量出60公分 60公分 我们要三条 一条 然后这个棉线有一个特性 它 最多就是像这样子松脱 它松脱它一样可以编哦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 哎呦松脱怎么办 我要不要黏 不用 因为 刚好这个作品尾端需要它 这样子 那如果说您的尾端是不用 不能够像这样子做一个收尾的动作的时候 呃 你可以使用白胶直接 整骨这边沾白胶就沾着 让它干 它就不会松脱了 这是棉的特性哈 好 那今天就是三骨的60公分的线 好 那我们现在挂线哦 一样 我们要一个钥匙勾 然后再挂线 对齐 拉 挂 三组都挂上去 由前往后 由后往前都还好 平 要平均 因为我们线等一下会用到 编织的时候线的平均度很重要 然后 给你跟各位注意一下 哈 这个地方 三个要一样 要嘛三个都是 有横线的 要嘛三个都是空的 不要说有的有横线 有的是空的 这样子不太好 然后你要三个横线 横线在这边的时候 你是由前往后 那个横线就会在前面 由后往前 横线会在背后 它就是这么一个 确定的一个 一个方式 挂线 两条都在前面了 那我们第三条 一样挂上去 一样是由前往后 那个横线就会在前面 好 那就挂线完成 好 把它挂线完成 那我们这个编织呢 当然一样要用到编织板 好 然后我就编织板 其实只要固定而已 那我先跟各位讲 因为我要的是 背后漂亮的地方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说 它的正面跟背面 是其实是有差的 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 但都好看 也就是说你的钥匙圈 不管是正面背面都好看 但是呢 反过来看 我们在编的时候 这个横线在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 横线在这边 有没有在正面这边 所以我们在编的时候 我们要反过来编 所以编的时候 这是正面嘛 反过来编 就这样子 然后把它勾着 其实它只是勾着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编 我们有六股对不对 因为我们三条线 然后对折 所以我们会有六股 好 给各位看一下六股 那我们现在分左右 左三条 右三条 好 左三条 右三条 好来 中间这一条是新线 中间这一条 我们现在左边不看 我们只看右边这三条 中间这一条是新线 新线给左手拿着 好 然后来 横线 横跨 过 动 来上拉 再一次 横跨 同一个动作 横跨 过动 上拉 好 右边完成 我们现在换 左边 好 一样是中心那一条线 中间这一条是新线 新线 给右手拉着 然后左手这一条是横跨 过 动 拉紧 再一样 横跨 一样横跨 过动 这是斜卷结 它的动作就是这样 拉紧 好 拉紧之后呢 中间这两条自己做一个斜卷结 你要左斜也行 右斜也行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没有限制的 好 那编完这个动作之后来 我先给各位检查一下 背后 背后才是我们正面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V字形 一个V字形 这就是我们要的 好 那再翻回来 好继续编 左边 左边归左边 右边归右边 左边的呢 现在换这一条是心线 最左边跟最右边 这两条是心线 那 这一个给先给这两条边 来看一下 心线给左边的心线 右手拉 横跨 然后 上去 再一次横跨 上去 好完成 那 一样是心线 心线 这条心线就是还是心线 给下一条 横跨 拉 横跨 拉 好 那这边先暂缓 因为这边线已经被我们用完了 我们现在换右边的线 然后我有说过了 最最边边的这条是心线 所以心线拉着 心线拉着 我拉着了 对不对 然后横跨 横跨 横跨 果动 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横跨过动的那个横跨线的方式 因为有时候很容易在这个地方会混乱 好编完一个 再来心线 我只是 他还是心线 应该说他还是心线 然后再来 横跨 果动 横跨 果动 好 中间这两条自己打一次平 打一次斜卷结 左斜右斜都行 好 那我们现在打 来我们再一样 再来检查背面 好 是不是又一个V 这边一个V 这边又一个V 就两个V了 好再编一次哦 同样的动作再编一次 最右手边那条线是心线 心线 第二条过来 好完成 然后换这边 然后一样心线是给 右边的心线左手拉 然后一样这条线拿来 边 横跨 上 然后一样 横跨 上 横跨 上 然后中间这两条自己交叉 中间 好 上 拉紧 上 拉紧 好 然后我们拉紧之后把它调一下 嗯 好 再做一次 总共是编小V之后 三次大V 然后现在是两次大V 再还要一次大V 然后最一样是最这一条是心线 一样是心线 一次 对不对 好 再来换下一条 上去 再上去 好完成 那换这一边 一样心线 新线 新线拉着 新线拉着 然后下一条一样是边 上去 上去 然后这一条交换 一样 总共是编三个大V 一个小V 小V 小V就是中心的两条线而已 三条线的边 然后这边是五条线的边 好 来 完成 这样子 那尾巴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要收尾 收尾呢 减一条二十公分的 好 就够了 然后我们收尾的做法是 好 我们现在翻到背面 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V字型的一个鱼文 鱼鱼的效果 有没有 鱼鱼的效果 好 现在把这个尾线都全部拉紧 拉着 拉到这里 好 然后这边对折 这是秘鲁结 对折 绕三圈 对折 这样子放着 好 放着 然后绕三圈 一圈 要拉紧哦 一圈 要拉紧 一圈 好 第二圈 最多三圈不要再超过了 因为鱼的尾巴没有那么 它的线条要漂亮 最多三圈 不要再多 多的话没有效果 然后塞进这一个洞 有没有 这边有个洞塞进去 好 然后这个地方上拉 那这边调平整 上拉 然后拉紧 拉紧 拉紧之后把这个线都剪掉 因为它纯粹就是做一个收尾固定的动作 这线要剪掉 好 那基本上我们是已经做完了 那完成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开始来拆线尾了 线尾我们有个办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五公分 你不用拆太多 大概量五公分就好 你把它剪掉 比较好拆啦 因为你太长的话不好拆 那拆来教各位怎么拆 线尾 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像一个鱼尾巴了 可是它就插这个 有没有 开起来这个地方 那我们怎么弄 把它 这是 碾线的嘛 所以我们把它碾开 四骨先分出来 先把四骨单骨分出来 四骨单骨都分出来 所有每一条哦 对 都把它拈开 来我教各位怎么拈 拈开 拈到最开有没有 这边捏着 然后就一根一根的抽走 它就开了 你如果没有一根一根抽走 你一放手 它又拈回去了 因为这是它的特性 线的特性 好 你看我把它拈开 拈开 然后就这样拆 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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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这样顺手很多对不对 那如果你没有像青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会扒在一起 不太舒服 不太好制作 好 然后我还有一根 好 一样拈开 好 拈开把它拉开 好 拈开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梳一下 就像梳头发一样 青发现了一件好东西 各位都有在染头发 对不对 这是染头发用的那个梳子 那就这样把它梳开 那为什么会用这个 你等一下就会发现 这三个 都会用到 所以如果你有染头发的梳子 我这一次是没有用过 纯粹就是收起来 但是 刚好要用到就把它拿出来用 它是干净的 它是染头发送的那个梳子 它就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梳开 梳开 还是 还没到鱼尾的地步 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其实这个动作 清以前就很想做 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处理这个线材 我拿一张烘被子 那如果你没有烘被子 你使用那个保鲜膜 也OK 都可以 就是可以阻隔 帮你防水阻隔的效果 然后你就把这个地方 趁这个时候把它输开 输出一个漂亮的鱼尾的形状 当然你现在用没有擦 你只是先把它输开而已 是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做一个动作就是 我们需要调白胶水 好来 请今天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叫白胶水 那为什么叫白胶水 这是白胶衣 比例是白胶衣水石 那你会说为什么要这么稀 各位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很稀的那个水 很稀 非常的稀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白胶水 如果太稠的话 我们的鱼尾巴 它的硕形度是很好 没错 可是它硬蹦蹦的 就感觉就是说 这很线条很不舒服 所以呢 清朝会跟各位建议说 你要做的动作就是 你一定要调这种稀的 白胶衣水石的比例 然后把它调成这种液态的 有没有 会低 各位可以看得到会低 对不对 会低 对这就是我们要的比例 不要太不要太丑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子沾着 把它上上去 把它抹开 然后你就会说 嗯 那梳子除了那个时候 梳有什么用 沾完之后 你可以再梳一次 因为我需要 那个线条是平整的 我们的鱼的尾巴 你不可能说 我这边开了一个分叉 你会觉得那只鱼 哎呀有一点 你就觉得说它不完美 所以呢既然自己做 就是要达到它完美的效果 所以各位就是 沾白胶水 透过那个 这种梳法有没有 沾白胶水把它沾上去 沾白胶水 那你沾了以后 你沾了白胶水之后 你可能觉得 哇这个 洞洞太多 洞洞好多好多 洞洞怎么办 我们现在来做那个修的动作 怎么修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梳子 我刚才说的超好用的梳子 这一个的用途就在这里 你看它就轻轻把它梳开 然后你梳的时候 要是记得把线条是带到满 你的尾巴多大 那是我觉得是另当别论 但是你要让它的线是满的 你不可以说 哦就直接巴在一起 然后这个不好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没有 用那个尖梳把它挑开 增加它的层次 好你看我现在暂时先梳 梳出它的那个线条来 好然后再用这种梳把它撑开 你让它变薄 变薄变调整到它 比较完整的一个 大家的紧密度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可以轻轻的梳它 轻轻的把线条梳开 然后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 这些工具 这些工具 使用完记得一定要赶快清洗 因为白胶它会让你整个 东西是沾黏的 那你下一次要使用 你的工具就废了 所以一定要做 优先做一个处理 就是你工作完成之后 你赶快把这些东西都拿去洗 好然后你把这个尾巴 就放着让它干 那如果说你不太喜欢等那么久 你要让它早一点干的话 就拿吹风机吹它 很快就可以完成它 好就是吹干的 当我们已经完全干燥了 已经干燥了 我们现在来剪尾巴 剪尾巴 剪法 来以这个为中心点 以这里为中心点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不一一个尾巴的弧度出来 中心点在这里 要以我们的身形下来的这个地方 做中心点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剪上去 剪一个弧度 有点像叶子的形状 有点像叶子的形状 剪到这个中心点 这里 那这样剪顺手 对不对 反过来 你就会一样的顺手 剪出一样弧度的那个尾棋来 那你如果说你不顺手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剪一剪以后 它会一边大一边小 然后你一边修修修修 修到最后你就觉得 我的作品毁了 对不对 我其实青眼还蛮怕这个重点 这个状况的 所以我都会使用这种 正反面的一个修法 你看 这样修起来是不是很漂亮 那我们的作品就完成了 它其实真的是很简单 然后编织的方法使用斜卷结 就是挂线以后使用斜卷结 就完成它这个作品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样子的作品 其实是真的可以试试看 就是透过线条的编织 然后成就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鱼尾的特性就是 它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这是属于美人鱼的尾巴 其实大家应该会可以看得到 它是属于美人鱼尾巴的那个鱼尾造型 好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作品呢 就到此结束 欢迎对新频道有兴趣的朋友 不用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 拜拜